嗨同学们,欢迎来到必沾货之王挑战讲完所有英语考研阅读视频环节 我们今天来到的倒数第六篇,然后今天这篇我希望大家 我之前其实很多人可能同学们不信或者我说了一些观点 但是今天这篇2021年的第四篇 我站在一个所有历年从2000年以来的文章的角度来看 今天这篇文章有很多单词 你在其他的文章里面,整个20年的考研的文章里面,这些单词都没有出现过 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你在今年考试时同样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些单词是永远背不完的 因为咱们之前就说这些考官老师永远是跟你对着站的 他就想给你出一些可能看似你从来没有见过的单词 但是你之前没有背过的,你之前的整体里面20年里面这些单词都没有出现过 那这种单词应用里面是有无穷的,你永远是背不完的 对不对?但是你还是有人可以作对,还是有人可以读懂 还是有人可以把这些题做对的 那这里在我看来,这篇文章看的就是你到底是在读,还是在猜 还是有没有把真正你的逻辑,你的语法运用到一些哪怕单词你不认识的地方 还是说你单词一不认识开始脑补,开始不运用语法,开始就是瞎无猜 那我希望今天的这篇文章给今年考的同学,或者给以后不知道哪一年看到这个视频的同学提就行 这些背单词永远也是背不完的,而且背单词永远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好吧,我们废话不多说,开始今天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以上来他说,就是一个很长的一句子,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这句话到这里 这是我只要画主,你先不要迁入为主,你就从小好读就ok了 作为一个历史学者,historian 那这里,首先前面肯定是定统句,因为作为一个historian 然后后面有个户 那这时候你要知道的是,在这届次的短语,还没完呢 然后这里肯定是用来使用这个历史学者 这个历史学者是谁呢,是总是正在,who's always 搜索一些这种文字,或者是图像 这里,以上来就给你再套一层一个定语 因为这个地方,who,是用来说这个historian 他们是一个整体的,对吧 在这个定语从这里面一层,再给你套一个 这个人是,不断的去搜索这种文章,或者是图片的 什么图片呢?使我们来去评估这个过去的图片 那这里应该是逗号,我的材料上应该是这个句号 但是应该是逗号 也就是说,同学们,以上来这个部分就是三层 但是核心最上面一层是这四段 作为一个历史学者,然后呢,就是搜索图片 这些图片可以让我们重新评估历史 重新评估过去,因为它是历史学者,对吧 那,我作为这么一个人,总是pre-occupied voice 那这个词是咱们之前见过的,表示相当于说 你非常的集中,你的思绪已经被什么什么事情所占据了 那这单词,如果你要记,我这里就直接说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green up it,be preoccupied with 就是一般B前面注意是谁 你被什么事情所最近忙,你忙于什么什么事情 be preoccupied with something,而专注我是 所以这时候他说,我已经作为这么历史学者 想要去评估过去,想要去找一些图片 想要去找一些文字 我呢,最近,我近来,I've become 就是专注于什么呢 专注于去寻找一些照片 那这个looking is doing with,是吧 然后后面继续定,什么样的照片呢 这些照片可以展示我们的这个V 这是大写的,这单词你不需要认识 但是你要看到这个大写,大写说明是名字 是吧,是,这些照片photographs 展示了我们的这种V的祖先 微笑的照片 那这个时候你看到是show,还是一样 你用单词show a,ancestors 然后smiling这里,相当于说给你的c 这单词,用法是一样 如果你现在说see somebody 这是ancestors,然后smiling 你可以看成相当于说,有一种表示正在的意思 就是我看到这些人正在笑 那这里相当于说这张图片 展示的是这些祖先正在笑的一些照片 所以这句话你要判断出来 其实真正的主战 就中间这一部分 我最近非常专注于去找一些照片 这些照片 可以展示我们的这个祖先正在笑 就这么意思 没有任何其他的就是 就多余的意思 大家不要脑补 对,那这些人是想要去评估过去的 但是历史就是 所以这是括号里面的同学 括号里面永远都是 如果你把前面的括号外面读懂 括号里面就不用读 因为意思就是最起碼是解释说明 但是你可以看见 因为这句话 括号里面稍微比较难一些 但我知道大家考试的时候 有可能括号里面简单 你把括号里面读懂了 外面就知道意思 这两个事情永远都是重复的 括号的意思就是解释说明 对,那这里他说的是 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来去粉碎这种形象 对于十九世纪的prudery 那这张单词就是 一个prudery 之前我这样说的 从来我讲了 今天是第九十篇 草原的江上凡行 从来没有出现这些单词 那这时候很多同学说 那我把之前的单词都背了 之前的真题都做完以后 对现在有没有用 你是二零年之前的草生 然后你唱超这单词一上来 第三篇第一句话 就bring的这单词 你上来shatter或者prudery bring 那你怎么办 能怎么办呢还是读呀 这是我说的 你一定要想你在考场上 发生的事情 千万不要以为 考虚考试能傻到 之前他那些文章里面 出现那次 然后在这篇文章里面 再给你出现一遍 对不对 所以但是你要知道的是 这句话里面 前面他说的是 我要去寻找一些 就是我们的祖先微笑的 一些照片 然后这个地方说 我们要去寻找这些照片 因为去评估 重新评估历史 还有什么正好的方法 那首先你要知道 what better way 对不对 这里你先不用看后面 你先把what better 你认识单词 你先理解准确了 那举个例子吧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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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ike to play games 然后这时候我继续说 what better way to relax myself 这句话你先翻译一下 我喜欢玩游戏 底下这句话 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你先翻译一下 来去放松我自己的 对 也就是意味着你要知道 后面这部分 那肯定是跟你 play games 相关的 或者相并列的 或者是同一句语境的 所以这时候你要判断出来 他想要去找一些这种照片 是可以评估它之前的历史的 还有什么方法 可以粉碎这种形象 对于19世纪的这种形象 因为他这样找到一些照片 然后这个单词shatter 那如果你不认识 那就比较麻烦 这句话我刚才说了 就主要你把前面来认识就行了 好吧 然后这个shatter 不 这个projure 表示谨慎 拘谨 就是反正那种特别严肃的这种感觉 然后这种shatter 是粉碎 这单词一般情况下 都指的是这种粉碎的 啊 就粉碎的梦想 最近可能我们今年的现在时间 是正好视野为了 最后我们看到这个飞罗 我看到这个 就是这个 诸神黄昏 对吧 C罗 这个世界被梦想被粉碎了 那这时候你就会用这个shatter 所以他自己说 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能去粉碎这种 19世纪非常拘谨的形象呢 那这时候就相信 对应前面 他想找的照片是那些祖先在微笑 所以说可能在19世纪 现在 大部分人对19世纪的人的这个 印象是比较拘谨 所以说你要去找一些微笑的照片 找一些微笑的照片 就可以重新评估我们历史 就相当于19世纪的人不是很虚心 这是细节 OK 然后继续 所以他说我已经找到的几个A few A few 作为编语 那肯定是几个照片 因为上一句话的核心主战 这是我刚才说的 第二句话一定是跟第一句话里面 不管这句话有多长 一定是跟它主干有关联的 这些同学 我希望你首先是自己读的时候能明白 自己在写作文的时候你要这么写的 因为你在读者方面 这句话只写的这么一个意思 我虽然寻找一些照片的 然后呢 所以我发现了几个 然后继续 and 这里解释说明 since I started 那这个时候 明显后面没有时间 对吧 或者有这个时间start 我觉得自从和因为都差不多 在这些语言上 就自从我开始 对吧 那我已经找到了几个照片了 然后自从我开始来去发这些照片在twitter 这些网站我就不说了 然后posting这单词 对不对 很好记 就大家现在你每天 如果你发朋友圈 或发一些什么微博 发的那些动作 咱们中文里面 都可能会post照片 对吧 post照片po到网上 就是中文就是发 发照片posting 所以 自从我开始 把它们发在这个twitter 就是找到之前的一些照片 they 这里 首先一句话的主语 是代词 首先你也想的是 上一条主 上一条主 一层爱 所以这是they 所以你先 继续看兵羽 那兵羽就是照片 几个照片 所以说自 我已经发现了几张照片 然后呢 自从我开始来去 那这些them肯定是也是照片 对吧 把它们发到twitter上 这些图片 这几个图片 他们微笑的图片 已经是造成了一个quitestir 那这些stir这单词 其实我这里就没有写意思 我希望你记得是这些动作 stir就是 现在大家举个例子 我不知道你们做饭喜欢搅拌什么 如果现在是到过年 可能家里面弄的馅 对吧 馅然后去放在一起 肯定要 嗯嗯嗯嗯嗯嗯 这个 或者是平常你们吃冰淇淋 或喝奶茶 对吧 会不会把这个饮料搅一下 把它混在一起 把它弄得更加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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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喝 把这原料放在一起 那这个动作就是stir 不管你是拿什么勺子 还是拿吸管 反正正要是那个动作 就是stir 好 但是这里明显你要判断 现在主语是照片 所以这个时候同学 就是你要去把主语 你要带到这句 是照片已经造成了一个stir 然后人们 那相当于这句话明显给你解释一下 已经造成了一些波澜一个一个一个人们的冲击 人们是非常惊讶来去看到一些证据 那后面这种证据这种单词 后面一般都是大家的同为同学 什么证据呢 是刚才那个威的这些祖先啊明显 其实是有乐趣 同时也确实是微笑 这里也就是说这句话其实你读了半天 相当于包括这个 有非常惊讶 而去看到这个证据 这个证据是他们已经是有乐趣的 是吧 同时确实微笑我 那这个did你要知道 这个end 后面是did 这是trude 并列 也就是这个did 是发出left 那do 加动词原型 这里虽然是过去式 但是就是强调句 也就是说 这个意思你要发一块 看断出强调句以后 一定是在中国上意思你要改变 就是他们确实效果 那也就是前卫之一 就是原来其实很多人觉得没有效果 对那从而也就可能推断出来 这个19世纪的一些大债形象 我希望大家可以倒着推 大家能绕过来 好 然后继续 所以 就是 这句话人们非常的这种惊喜 看到这些证据 第二句 最后一句 第一段 还是一样 第一句话的主意是dights 你先一言下来是上一句话的主意是people 那这没有问题 还是一样 这些人 他们也正在就是看照片以后 就是注视到或者注意到说到 这个V17的这些人 突然似乎是变得更加像人类一样了 喂 等等 这里 这是兵童俱 兵童俱里面主卫兵已经有了 vectorians seem to become very more human 这个human在这里的名字 所以这时候主卫兵都已经结束了 同学们 前面有个s 那我希望你可以判断出来 现在这些s在这里 其实不太可能是当一个借词 因为 首先前面是become become后面不太可能加这个作为什么 因为一般学乎跟s的时候 比如view 把它看成什么样子 regard or think of 把它当成什么 这里其实不太多见 同时你要知道后置在这些位置上 是吧 然后s 有可能就是连词 连词的时候说白了 随着 正无 或者因为 这三个意思 其实我觉得都是可以来去 他们三个意思可以变换 意思没有差太多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所以这件事情 没有太多区别 关键同学你要判断出来 现在这些s在这里 很可能是连词 连词就意味着什么 这句话我唯一画现的点就在于 你现在要想一想 这句话后面你是怎么读的 你有没有先判断出来 它可能是连词的情况下 连词后面就是加一个主卫兵 加一个主卫兵 你先看到the hundred or so or so years 那现在这些years就是主语 就是非常确定 脑子里面 因为这里还有the 肯定是后面的名词 把这些years当成名词 但是这years 后面马上就是that 听你从去 也就是你脑子里面 要知道这些years 位于在后面的 一会你要把它们连在一起 但现在这些定层就说 这个我们似乎已经变得是 就是他们已经注意到 就是v的这些人 toreans 似乎一下变得更加像人一样 然后呢 这个 一百多年吧 百年左右 的这些年 什么年呢 分离我们的这些年 相当于说这些人 当时不是在19世纪吗 对 就19世纪年 我们现在成了是20几年 大概一百年 就把我们分离的这一百年 这句话的主语 Fade 那你要知道这Fade 是在这做动词的 就是说 把这个years 跟Fade连在一起 这些 就是我们之间这么多年 慢慢消退 通过我们的 常规的这种经验 对于微笑 所以这类似同学 这句话 目前为止 核心在于你要把这个主战先堵到 因为主战就是说 他们正在说明 维多利亚人突然就看起来 更像人了 但是这些是谁 这些是这些people 这些people是谁 people是看到 我在网上发的 他们微笑的那些照片的人 然后他们其实非常的惊讶 那就看到这些证据 证据就是维多利亚 这些人有乐趣的 却是微笑我的 对吧 所以说他们继续说 他们就正正在 they're knowing 正在说什么呢 这些维多利亚的人 似乎突然变得像 更加人类了 我们人类是微笑的 可能原来不微笑是 比较不像人类 然后这个地方s 那你可以 我觉得这里 因为你后面看到的是 这个年份 在慢慢消退 那我觉得你可以 反省随着 或者因为都可以 就是维多利亚人 似乎突然正在变得 更加像人类一样 就是我们之间 就是随着我们之间的 这一百多年 把我们分离了 我们现在2020年 然后原来他们在19几年 但是我们这个 这么多年 把我们分离 这年份的见课 慢慢消退了 是怎么消退呢 是通过我们共同的这种 对于微笑的经历 或者经验 所以说 你可以判断这里 因为我觉得ok的 就是为什么正在变得 像人类一样 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见课 已经慢慢消退了 没有任何的隔阂 因为我们通过这种 共同的微笑 可以知道彼此 都是像人类一样 这句话 我觉得写的首先很好 但是我觉得 没什么特别难的 难就难在大家 每次你读到这种剧的时候 可能你的 你的本身意思不太知道吧 然后这就是脑补 不按照语法读 你只要按照语法读 然后脑子不要脑补 这句话就这意思 years fade away 这些s在这里 因为随着都ok 然后是怎么fade away呢 因为这肯定是借词短语 借词短语在这里 是做状语的 因为前面都没有名词 能做定语 所以说这个through 到包括后面 是用来形容就是fade fade away 但是这一部分 哪怕你这一部分 没有理解 就是这个 就是通过 你要按照语法 你只需要读到这一句单词 后面你看到是个句子 不是名词 对吧 那这句话 其实理论上的这一部分 就从s开始到这一部分 不重要 因为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的是 这一步 这是主干 这是兵子同学里面的主干 考试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有这个自信 包括你要有这个 就读 这算技巧吧 或者是把那些没有用的 你读不懂的 但是你知道不如主战也重要 对吧 但是你不能把它 看成一坨 就不能把 比如说这部分 这是一个主战 你不能把这些单词 这后面这些单词 跟前面这些主战里面 任何东西连在一起 他们只有这些关系上 意思上的区别 但是没有单词之间的观点 OK 所以同学第一段话 就告诉你们 现在这个人在找一些这个 就是 证据吧 就告诉大家 其实这个 他发现的一些照片 是这个唯一的人 确实是笑我的 是吧 然后这些发展网上的人 也看了一下 他们觉得 他们正在变得像 像人类一样 即使我们 才能这么多年见着了我们 OK 然后继续 但是of course 虽然说很多人看到了 很多人觉得发现了证据了 他们非常惊讶 但是我要承认一下 of course 这种蓝词大家千万不要着 我一直在说 of course 一般就是让步的 因为上一段就是他发现很多事情 很多人发现 但是 当然了 我需要来去承认 这个蓝词 tonside 大家今天要不认识要记 有一些承认 同时我觉得这些意思都是一样 就不是人家 还有一些意思是认输 认输什么意思 就是承认我不辜你 就在体育比赛这边 大家能知道吧 所以这些其实都在不同的语境下的翻译 然后它的名词是tonsession 就是让步 我承认我怎么 我做出一些让步 就是名字 但是这都是中文的翻译 你可以来去记这些中文的翻译 但是你要在本质上知道这些单词是什么意思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 我必须要承认到 我必须要承认到 我必须要承认我的这种收集 对于这种微笑的Victorians 为当时的祖先 但是你要知道这句话的主语 就冰激从去里面 主语是tonsession 所以跟这些makes up 在一起 这是我的这些照片的收集 其实仅仅占据了一小部分百分比 对于大量的这种目录 对于一些图片的 就是照片的描绘 什么描绘呢 被创造 这是非语动词 因为前面已经有makes up 所以这些地方created 肯定是非语动词 非语动词 非语动词没有加逗号 用来使用前面的这个portrait portrait 这些就是 照片的一些描绘 是被创造在1840年到190年的 然后同时中文 这里逗号又结束了 那后面你看到的是majority of which 那这种其实也算是 带借词的定义统句 首先你要判断出来 现在肯定是定义统句 因为前面诸位兵已经非常长了 就是collection makes up a percentage 这诸位兵结束了 这一部分是非语动词 对吧 但也是非语动词 是他的 然后这一部分都是 用来使用这个percentage 所以这些地方肯定是非语动词 因为前面诸位兵的结束 那which你要判断出来 现在在借词的定义统句 咱们再说一遍 这些东西你就顺着翻译去了 就是majority of大部分 关键是which 你要去找到 但肯定不可能是用来使用年的 这不可能是大部分年 那上一阵 你应该判断出来 肯定是个名词 那虽然说在这的逗号 但是在借词的定义统句 一般情况下都是前面的名词 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判断出来 应该是 这个 这是名词 就是描绘 照片的描绘 所以 他说我的收集 只占据了一小部分 一小的百分比 mix up 占据了 a tiny percentage of vast catalog 就是目录 或者类别 很多很多那样的照片 什么的照片呢 对于这个Portature 被创造在1840年到1900年之间 然后这些就是大量的 就是vast catalog of photographic Portature 的大部分 这个majority 就是大部分 这个位置代替上面 中说的 所以说再给你解释一下 这些大量的大部分 其实都展示了 什么呢 Sitters 那这些单词就是坐在那的人 就是照片 照照相的人 是摆出了非常悲惨 通常是僵硬 就是摆姿势 摆着Pose 这段词大家知道吧 平常在中文都在说 摆着Pose 就摆姿势 在这地方 就判断了还是非一种词 因为现在show 的必须是sitters 所以说后面 没有加多好 这些大部分这些照片 都展示出一些做的人 什么人呢 这些人摆出一些非常悲惨 僵硬的姿势 就是摆的很资产 就是副词 然后副词就是posing 然后在哪里 在这个被化过的这个背景部的前面 或者大家看过那种照相吧 就肯定有个背景部 他们在那些前面来去拍照 或者就是 那or 你要找兵列了 这个staring 这边posing兵列 也就是说 你找到兵列以后 因为这是Doing 肯定跟上一个Doing兵列 一定要判断出来 现在还是staring 实在是sitters 也就是说 大部分的这些照片 都展示出做的这些人 做的这些人 一个是摆姿势很僵硬 另外就是staring 首先你要看清楚 这不是start 就是盯着 大部分这些人都呢 就是非常absently 就是缺席的盯着 这时候你要判断出absently 用来形容这个盯着的 你不可能是缺席的盯着 absence 像说迟到 不在 没有上课 但现在你说的是 盯着的 非常的absently 但这就是你的 有没有靠语法读 这单词 副词在这里 所以只有可能用来形容 就是staring 那所以说肯定是 怎么盯的情况下 是absently 你可以盯着 迷失的用在这里 对 或者你判断不出来 也无所谓 因为你要判断 就是interrogant staring 所以这些 还有这些做的人 还干嘛呢 就是盯着一些空的距离 相当于就是 眼神非常的 飘渺 眼神无神 你只盯着空地 没有看这个摄像头 这都是常识吧 你照相肯定都是 看着看着看着 对吧 但如果你的这照片里面 那你是看空地 middle distance 或中间这部分 那你的照出来的照片 都是非常的恍惚的 对 所以这句话 非常非常长 刚才我这家说的 完全就是 大家可以稍微暂停一下 看一下之前 我这句话讲的 完全是从前往后这家读的 而且没有一点点 我建议是 我先给你读完以后 然后从后往前给你推的意思 每一个细节 都是从前往后的 我希望你可以 把这个事情 你要知道我哪些细节 怎么读的 你多看一遍 再加上来一遍 但是我建议你可以 稍微暂停多看一遍 首先这句 他说of course 我需要去承认 那这句话的主语是 我的收集 关于这些微笑 上文中说的 微笑的 就维多利亚人的照片 其实占据了 仅仅一小部分 这种大量的目录 对于 这个 照片的 描绘 这个单词 其实 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出 portrait portrait是相片或者画像 这里其实是一个意思 吴飞加的是portraiture 那这些后制 这比较常见的一个名词 或者你不认识的 具体的 我希望你可以看出 大家差不多意思 ok 所以 包括这些photographic 你需要是认识的 所以我的收集 只占据了一小部分 这种 大量的photographic portraiture 这些portraiture 非动词是被创造在 1840年到1960年的 同时 定义重剧 你能看到 这个位置 一般情况下在借此的定义重剧 就不可能用来形容前面的 句子了 一定是用来形容前面的名词 也就是说 大部分这些大量的 就是照片 描绘 都是展示了 兵语 定义重剧 有兵语的 作者人 然后后面继续飞语动词 因为在定义重剧里边 现在已经有卫语了 所以这些作者人 发出两个动作 一就是摆出非常悲惨 僵硬的一些姿势 在这个背景布置前 就是画这个背景布置前 或者这些人就是 非常无神的盯着中间的距离 然后呢 这是一句话 我的很多照片 大部分照片 都是他没有 这个 没什么神的 所以后面马上 那我们怎么来去解释这个 趋势 因为上文中说的 这句话的主战 确实他说的是我 我的收集 只占据了一小部分 但是真正后面他说的是 大部分的这些照片 都是这样子 所以你要判断出来 这就 how do we explain this trend 就不可能是我的 我的行为 我的收集 不可能是趋势 那趋势是什么 是大部分人做的事情 大部分人做的事情 就是大 the majority of which 后面发出的 就是这些人拍照非常僵硬 不效忠 那Steve这件词 就是咱们平常说 你的身体非常硬 对吧 或者是一些东西是比较硬的 坚硬的那些硬 Steve 这件词其实很多时候 就表示副词的时候 说你做一些动作 非常的 就跟咱们中文里面 丝滑是相反的 你做这件事 你做的很僵硬 OK 所以这里 这篇文章 到这个位置上 咱们一共才讲了两段 现在还是跟 这里是 现在第一段 你介绍的背景 他想 就是重新评估历史 找到一些照片 然后呢 这些先进去 还是让步 或者是一个 这篇文章 类似于一个背景 就是之前 大部分人都是非常僵硬的 Steve 然后或者是Miserably 这我就不说了 高中智慧 悲惨时间的意思 但是这里 关键是这句话 最后就是一个 乘上旗下的句 就是如何我们可以解释呢 How do we explain 那明显下文是什么 下文就是解释这个趋势 为什么大部分人不笑 OK 然后继续 所以马上回到过去 在1840到1850年期间 在这早期的日子里面 对于这个 拍照 photography exposure times 这里有没有 就是这个词出现过 但是 这个词在之前的 20年的考验文章里面 这个概念 从来没有出现过 那这就是考你 你记记单词的时候 一些其他意思 包括一些你的常识 一些你的就是 记记单词 有没有把它的本质记录 那首先在这里 这篇文章 你已经出现了不止一次 这个拍照的背景了 对不对 那在这些背景 所以你平常记单词 你要记背景 在有这种拍照的背景的 这种情况下 exposure 其实表示的是曝光 那这里exposure times 就是曝光时间 那这个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对于 就是拍照的基础 一些常识 你有没有一些概念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通过 比如这种图片 大家有没有看过 这种图片 其实就是长曝光的这个照片 现在的照相机 已经很厉害 但是有这种朝曝光的功能 就是这个曝光 是这个摄像头 一直吸收光 然后你在这里面 拿着光 那去一直动 你拿一个光源 然后在照片里面一直动 那你也不断 因为长曝光 你经常有一两分钟 那种长曝光 你长曝光 然后你在里面 拿着光源一直动 然后这个曝光结束以后 拍出照片 就是那些光源 可以展示出那些轨迹 这是长曝光 很简单 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这个时候 他告诉你 你先解释一下 这是曝光时间 或者这里应该是时间了 虽然说他写的是time 但我觉得应该是 有没有什么曝光 曝光次数 我觉得其实就是曝光时间 我觉得多曝光几次 其实也很长 但是这里他后面说了 were notoriously long 再次证明这个曝光时间 不可能是次数 次数不能长 所以这里要不就是我的文 要不就写错了吧 要不就是他语法写错 因为是time 然后这单词 咱们之前说过 这单词表示程度的时候 就是非常 其实也没有什么 臭名昭著 其实也是贬义吧 因为这里说的是 比较长 对吧 所以在那个时期 在早期的照片时期的时候 曝光时间是非常长的 然后呢 这种 你看到后面 前面都不需要 这种type 这种种类的 这种照片方法 给你解释一下 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产生一个照片 在这么一个银色的 铜的这个盘子上 这种方法 可以花费几分钟 来去完成 那是不是给你解释一下 冒号前面的 就曝光时间非常长 因为说 或者你不知道 什么是曝光时间 这句话给你解释 就是我之前说的 你冒号去 或者号 或者扩号 都是你最好朋友 就你反正两者 你读懂一句就行了 对吧 要不读懂 那你就后面 就不需要 不需要你意思 就完全一样 你要不后面 你解释一下 后面主战是这个 这个方法 这照片的方法 对吧 这种类子 你不需要认识 你不应该认识 这种方法 可以花很多几分钟 来去完成 所以 逗号 那这个时候我们 非常标准的前面 一个主位名 然后后面是导致 那导致 那么这个 result in 我就不说了 这是一个整体 result in 是放在一起的 后面是后面 名词 所以那明显说 这件事情 就是花了几分钟 这件事情 一张照片 这个方法 来去完成 很可能会导致 比较模糊的照片 因为 或随着这个 就做这个人 来去变换 他们的位置 或者是调整 他们的视觉 对吧 这里就是刚才我跟他说的 你能不能瞬间 接到这些点 怎么还是这样 这张照片 就比如说 现在举例子 你不想照这种光的轨迹的照片 你就想照一个定制的照片 你就想照一个你在中间站着 你如果在中间站着的话 因为这里是曝光时间 在一开始固定死的 就不可能 不可能快 就不像现在去按一下 这照片就拍好了 对吧 但是现在原来这曝光时间非常长 那非常长的情况下 你就要站在那 同时你要拍出一张非常清晰的照片 只有你一个人 就没有任何 那是不是如果 咱们举个例子 你这个曝光照片 如果有这个一分钟 对不对 那你如果在那里 你就必须要站一分钟 而且是死死的不能动 因为你一动 你的胳膊或者四肢的轨迹 就会变得模糊 就会被拍出来 大家知道吗 就现在这张图片里面 这个光源 你就会把它内比成 如果你的四肢一动 就会全部拍出你的轨迹 你的动作 那这样的话 照出来照出来就很模糊 所以这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当时曝光时间 就是很长的去 可能会完成 所以说会导致一个 比较模糊的形象 那这个时候后面这些S 后置的S明显表示因为了 这为什么会导致比较模糊的形象呢 因为这种作者的人 或者随着都可以 因为这就是转化他的位置 或者是调整他的四肢 这四肢 胳膊头都是 对 继续 然后呢 所以说现在都已经介绍了一个背景 那这句话 主语是thought 什么thought呢 持有一个固定的grain 你说了这么多 这篇文章都在说的核心是微笑 这三次也 就咱们都是来说 但是你要判断出现在是主语是thought 而这个thought是有一个对吧 持有一个这种固定的什么 然后呢 as这里还是一样 随着也是借词 主语 后面先进家里的状态统俱 什么时候这个thought呢 当这个照相机展示他自己的这种神奇的责任的时候 那照相机展示自己的责任 不就是照相吗 对 所以这时候 随着状态统俱在中间放的 那这个thought你要跟着窝子在那里挤 除了这么多长背景 这个想法持有一个当这个照相机照相的时候 这个想法其实是太多了 图图举行 以至于不能来去考虑 也就是说 所以说一个那种完全不投入 non-committal committal是投入 就是non-committal 关键这里用来形容的是 非常blank 非常这种苍白的stare 盯着眼神 其实变成了一个正常的事情 这句话 其实你的green 我觉得你只要把其他单词都读到 因为这些单词你需要认识的 比如说blank 比较空的 然后committal是这个投入的 committal是形容词 non-committal 一点都不投入的 比较苍白的一个stare 这里而且是个名词 因为后面是ah ah 核心单词became 就是谓语了 所以核心单词stare 这里是名词 所以一个那种就是眼神 一个盯着的这种眼神 一个苍白的 一点都不投入的这种盯着的眼神 变成了这种正常的事情 那这时候你明显可以讲 这个单词在这里就是微笑 这单词就是咧嘴笑 这种 这种 还是照相 我不知道大家照相上什么表情 对 所以这一段 就在这里解释背景 然后这里解释一下这个 这个想法就是 contemplate 咱们今天章说了 这是22 从小学的 太多了 你 长曝光一直要保持不变 对 而且这个长曝光非常非常长 几分钟 你一直在那盯着不动 所以说这个想法就是你要想去微笑这个想法 当照相机来去照相的时候 这个想法太夸张了 以至于就没法考虑 你不可能微笑几分钟 对不对 所以说 这种盯着的事情变成了一个正常的事情 那明显这里 刚才那段 上一句话说的是 how we're responding to this trend 那这一段是不是 就是你解释 reason one 可能的 敌决因 那继续 但是 这个曝光时间 就是远远正快了 到了1880年的时候 当然 像 刚才跟你说的是 相当于 曝光时间很长 对吧 但是现在马上已经转折了 那你要知道 这种转折就是上一段了 上一段是因为可能曝光时间太长 但是到1880年的时候 它已经就曝光时间太长了 然后呢 同时这个 就是引入 对于这个BOTS 还有包括其他的可便携的这种照相机 意味着 意味着什么呢 mean that BOTS 但是这BOTS 这做着写的很好 这就逗好 告诉你BOTS 里面一上来 先是一个 就是这个引入 还是一样 这里这些东西 你都不需要认得 这是Portable 你需要认识 可便携的 包括PSP PSP PlayStation 最后那批就是Portable 可便携的 在这里说的照相机 但是不重要 照样的是 Introduction 你要跟这个Mint在那一集 也就是说呢 到了爆装时间已经变得更快了 1880年的时候 然后呢 那这个引入 引入的BOTS 什么什么东西 意味着什么呢 后面 意味着才是主要的意思吧 但是意味着主要里面 先进加了一个 尽管是很慢的 那这个地方 LOTS是连词 它省略了它的主语 因为Slow是形容词 在这里也是 通过今天的标准 by加一个名词 所以这是一个形容词 然后也就是说 现在省略的主语是谁 省略的是 主题的主语 因为他们两个一致的情况下 才可以省略 对吧 同时有B动词也可以省略 B动词 因为这个Slow是形容词 所以他这里说 尽管是很慢的 靠今天的标准 今天的数字标准 在这是No 后面 但是 这个曝光 曝光 意味着 就这里你要判断出来 现在这个主干 主干 千万不要丢了 主干的是这个东西的引入 意味着曝光已经几乎 就是瞬间 Instant is 瞬间的 使用 对 所以同学这两句话 你看 其实你没读懂这句话 无所谓的 原来是给你解释一下 这个引入导致的这个曝光时间 几乎很快 是不是就上一句话 就跟你解释一下 曝光时间到那个时候 已经变得mush quicker and 的并列 两句话一句意思 然后继续 那spontaneous 就是非常这种 随意的 非常就是 自发的 非常 这件事其实我感觉就是 发自内心的 或者是那种非故意安排的 spontaneous 咱们平常说spontaneous 是什么speaking 或者spontaneous 你的一些什么 演讲 很自然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里 因为曝光时间短了 就是平常咱们现在照相一样 就瞬间了 instataneous 那你就平常在照相一样 对吧 就是随意的 随意的一些微笑 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 来去捕捉到的 到1890年的时候 然后呢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去 看一些其他地方 对于一个解释 什么解释呢 为什么V 这帮人 依旧犹豫来去微笑 这一段就是非常标准的 一个 就继续成长起家 告诉你 上一个理由 站不住 所以我们一定要看 we 就是我们现在就坐着了 look elsewhere 那这个look 就不是说你真正看了 去调查 对于另外一个解释 那解释一下 为什么仍然他们要去犹豫 去微笑 说明现在前面之前一个原因 可能是这个查曝光 但是现在告诉你 到1880年的时候 曝光已经很快了 但是他们还是不微笑 所以要去找另外一个原因 对 ok 然后继续 那再去给你写第二原因 其中一个解释 很可能就是一个损失 对于尊严 什么尊严呢 被展示 就是 这里 同学 我觉得 还是那些语法的事情 就是当你经验多的时候 这个display 非语动词 对吧 因为前面已经买的b了 b是位语 所以这个display 成为两种情况 一种东南胸是digital 还有可能东南胸整个a of b 它是一个整体 就是尊严的消失 另外一个解释 很可能是尊严的消失 然后呢 这里 被展示 通过一个cheesy grain 那这个cheesy 就是平常他们说的 这种 大家应该知道 中国人喊茄子 对吧 茄子 然后这个外国人喊cheese 就是一样的 嘴型都是一样 你喊cheese 然后这个gray也是 微笑的意思 所以这个时候同学 你要判断出来 现在这些解释 解释他们为什么不笑 所以说 这不笑的核心 是尊严的解释 尊严的损失 那所以在这些位置上 肯定是因为 通过一个 就非常大笑 露嘴的这种笑 展示出了 一个loss 所以这个loss 可能会被展示 通过一个露嘴的笑 cheesy grain 所以这个display 很关键是你要判断出来 不可能来形容这个loss 也不可能来形容这个dignity 也不可能来形容这个dignity 不是说尊严被展示 通过一个微笑 而是给你解释一下 其中一个解释 他们不笑 是因为这种尊严的损失 这个损失 是怎么损失呢 会被一个大笑 所展示出来 所以说他们不笑 所以这一段 相当于另外一个解释 another 这就是你可以直接 就是总结了 another reason 无非就是里面 就是第二个原因了 对吧 reason 2 然后继续 那双眼耗 双眼耗什么 巨像 巨像是什么 解释前面的 抽象 这句话其实你没读懂 有无所谓 因为你要把这句话读懂 就ok了 其中一个解释就是这些 然后马上就说 自然给了我们这些嘴唇 来去隐藏我们的牙齿 那是不是相当于自然 就是一种非常流行的 这种维洛利亚的谚语说到 allude to 这种单词就从来没有见过 对不对 那这种可能是难 那就没有办法 你操场上 能怎么办呢 就没有办法 你只能是读 但是你要知道 读懂这种主战 第一句话我正说的 这有关是普遍的 因为这句话就是总分 总分就在于 另外一句是什么 是尊严的丢失 这单词你需要认识 你是必须要认识的 而这属于正常单词 第一个解释 然后 这里非语用词 你要判断出来 到底是用来形容 这个loss还是第一个解释 需要你的语法和意思的融合 所以后面你没有读懂 都是其实 你没有读懂 它炒事的时候 无所谓的 因为这句话 核心就是 可能是因为 我们露耻笑 最爱的就是 然后这些东西 你要判断出来 是因为这一部分 你也可以理解 就是双眼号 自然给了我们嘴唇 来去掩藏我们的牙齿 所以他们相当于说 不诞成露耻 对吧 然后是一个非常 ran 这里是相当于说 后面是说的那个内容 就是标准的一个 说什么的一个 导装的一个剧情 同时alluding 这单词就是表示暗指 所以你要记这单词 就一定要记allude to 就这件事情 就是自然给了我们这个嘴唇 来去隐藏我们的牙齿 就是暗指这个事实 事实后面 就同一同句的 就完整句子 是在合适的非常好的 牙医dentistry 所以牙医技术诞生之前 其实嘴都经常是在一个 非常令人震惊的 一个卫生的状态下 所以同样 这里你要创造的是 在牙医的诞生以前 嘴是处在一个 比较令人震惊的卫生状态 那明显是不卫生 对吧 因为牙医诞生之前 对 然后这个词 如果我没有记错 咱们这么多人 篇文章里面 好像也没有见过这哈域 但这词非常重要 就表示这人卫生 不是这个卫生 不是这个卫生 是这个卫生 Hydring 然后所以就相当于告诉你是 在有的牙医之前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 嘴的卫生都不太好 对吧 然后但是暗指这个事实 我们之前那些人都 嘴里面不太干净 所以导致牙成的也不太美观 因为牙干净 无非就是牙白不白 有没有缺陷 这也是常识吧 所以它暗指到这点 就自然给我们嘴神 是要把这个 把我们的牙藏起来 所以一个非常闪光的一组 健康的和干净的 常规的这种 像珍珠一般的white 这个时候 我不先人家说意思 你先脑子里面想一下 你看一下你自己 今天在读这句话的时候 你又没有想过 这个white是名词 先有词性 再有意思 那white在这里 因为上文中dentistry 这个词你要认识 dentist是牙医 然后这里包括什么牙齿 那你要知道 这个white是白牙呀 因为它是名词 而加在这附属 对 然后这是pearl 你看评写 你能不能看到是珍珠 不要看成是梨 我就是r的 pearl 珍珠一样白的这种牙齿 白牙 这些一组 核心词set 可能这些作者 把这些set当主义吧 一般情况下 我觉得white当主义比较多 意思一样 那种闪亮的那种健康干净的白牙 其实是一个非常稀少的景象 在维多利亚社会的 然后逗号 那这个时候 首先还是你第一个细节要想的是 前面这句话 主卫兵结束了 因为a flash set of whites 诸语 卧子是卫语 然后塞诸语 所以说这段时候 后面不可能出现任何的卫语 或主卫兵 那你要判断后面是什么内容呢 马上the preserve of superrich 后面结束了 那就是逗号咱们先不说 那也就因为现在这后面是个名词 名词是什么 同位语 因为他没有跟前面是society并列 也不可能跟society并列 意思就不可能并列 所以你要判断是同位语 关键是你要知道 这些同位语跟谁并列呢 看他意思 看他这里说的是 the superrich 超级富的 保留 那这里是名词 就是保留这件事情 那明显这里你要判断出来 现在这些同位语 它不会跟这个非常 就是 稀少的景象 我觉得又OK吧 因为探索主义 不是说白牙吗 白牙是一个非常稀少的景象 你可以理解一下 这个白牙 是特别富有的人 可以留的 留的东西 就是这些白牙 是为那些特别富有的人 保留的 然后甚至到那个时候 牙齿的这种卫生 也没有被完全保证 对 even then 但其实我觉得 你可以理解一下 是对于那些超级富的人 即使是 甚至是到了那个超级富的那些人 牙齿的卫生也没有被保证 说白了就是当时牙 可能牙医 T数一般 OK 所以这一段话你要判断出来 现在的原因就在于可能漏齿 或者是不想漏牙 因为漏牙丢人 可能导致他们不孝 在那个时候 就大部分牙医水平不行 所以说这个牙 可能是为了这个富人来去准备的 或者是非常干净的牙 有牙医为富人准备的 OK even then 继续 所以最后一段 那这个时候跟你解释 这个可能是这个原因了 最后一段 一个toothy grain 那这个grain已经第三次加了 我希望你猜能猜出来微笑 但是这里是漏齿的 toothy grain 首先你要判断出来 这toothy应该是用 微笑 所以肯定是漏齿的微笑 不可能带有牙的微笑 对不对 漏齿的微笑 特别是当有一些这种 gap就是 差距吧 或者是这种黑的一些 这些东西 这个时候就需要抄你来去理解了 因为上面 这里是括号 这些单词你没有认识 咱们之前也没有讲过 这也 我觉得你也不应该认识 这么多篇文章里面 考试的时候 你都会去 今年可能是另外一个这种词 你背这些单词 没有一点点用 因为你永远可能 在下一次也不会见到 对不对 但是你要判断 现在绰号里面 是来解释什么呢 解释toothy grain 就无所谓了 就只要知道 也是漏齿的这种笑容 漏齿 因为刚才说了漏齿 因为当时牙衣不好 所以你这牙衣能非常脏 或者非常乱 这么一件漏齿的笑容 是缺少阶级 或者缺少品位的 给你解释一下 都是谁 那去漏的drunks 还是一样 名词 喝醉的人 这单词你也不认识的 我也不认识的 但是你要知道 人家这些drunks 就是妓女 是一样的 就成的不太好 prostitutes 还有这个 像小丑一样的 音乐听的这种表演者 这些人 很可能会 gurn and grain 这单词你都不认识的 我也不认识 我也不想记得 但是你要判断是动词 而且这些 grain is beginning 在这里就是grange wave 所以他们是可能会笑的 给你解释一下 为什么这种漏齿的笑容 是缺少阶级的 然后呢 这些人很可能会笑 伴随着一个非常 伴随着一个笑容 这个笑容 是宽 有多宽呢 正像这个 暴露他的这个 口香糖的这个猫一样宽 对不对 这里 我不想讲这些什么意思 先讲一些细节 在于你判断出来 这些s y的s 在这些地方 你能不能按照余法的去翻 中间这是形式 所以这些形式 肯定是前置用来形式 smile 因为smile是名字 然后第一个s没有任何意思 第二 就是这些y的 你判断是跟前面余法上相连的 就是这些人很可能 就是 因为这是比较低级的吧 低级的人士 很可能会笑 怎么笑呢 伴随着笑容 这个笑容 是很宽的 多宽 正如后面这一拖 这么宽就行了 你只要能读到这后面正如 你这里都不需要指导 反正你要告诉 这是很宽 这是这边的主要意思 所以说这个时候 你读到这些人微笑 很可能很宽 但这些微笑很宽 那是不是给你解释一下 就是这些露齿 因为露齿才会 你宽了才会把你的牙齿露出来 对吧 你一宽就会露齿 这种带有露齿的笑容 会缺少阶级的 那这种冒号后面又是一样 你只要能读懂前面 后面你读不懂也无所谓 因为说的是一个意思 就是露齿的人 是缺少品味的 然后后面你反而说一下 这些没有品味的人 这些比较低级的人 都是一般会露齿笑的 他们的笑容那么宽 然后这种猫 同学们 就这种你看 这种单词 你不可能认识的 什么Louis Carroll 是这种猫 类似于这种 这种笑容够宽 他表示这些人 会这么笑 Dom 你需要认识 暴露 那这个exposing 就不是曝光了 是暴露 你笑 可以把你的 同样堂在牙齿里面 还能弄出来 那么宽 OK 然后呢 但是 这些人可能会这么笑 但是呢 这里你要判断出来 这里有豆豪 这里有豆豪 有一个前面 这个后面 最起码 冒号之前 都不是异群了 同时 后面有个eat 那你要不要 这个eat 上一句话的主语 就是带胃 但是 这么一个 这个 这个是 带牙齿的微笑 是 虽然说缺少阶级 但是他也不 当时也没有变成一个 look 样子 对于那些 适合 长大的那些人 那这里有可能觉得 这个但是 如果你这么看的话 应该是跟这个 就是跟这个 这个幻化来对比 所以说这个eat 其实也是用来 虽然是用这个grain的 但是这个但是是跟 这一部分就对比 因为这里还有might 在读动里 就是他说 这些人可能会这么笑 但是 这种lots的微笑 不会变成一个 就是对于合适 长成的 Bread 这里是breed的过去分子 就是相当于培育 不会变成一个这种样子 对于 还有家教 或者还有这种 抚养 正常抚养的一些人 对 然后后面马上 甚至是马克吐文 这些人你需要认识吧 从小他们学的 然后马克吐文 马上同位于是一个男人 什么人呢 享受了一个非常hearty 诚心的一个微笑的人 甚至是马克吐文说 说什么呢 比你同句 当我们谈论到这种 照相的这个描绘的时候 很可能没有什么东西 更加的差 这样是吧 nothing more 你一定要从这样 往后翻就行了 你先把前面 没有什么东西 是更加的差 damning 比一个傻傻的 也是一样傻傻的微笑 是固定在那里 永远 也就说来是没有什么 比他更差 damning 也就意味着 是不是最着急 说白了是 当我们照相的时候 一个silly foolish smile 核心字是smile 其实是最差的 最damning 这段是他们之前讲的 那这些时候也就意味着 还是告诉你 就这些人可能不喜欢 哪怕是马车土闻 对吧 享受一个真心实意的 微笑的一个人 他都不喜欢 微笑 他说当我们谈论到 这固定他被when it comes to 对吧 然后真正主战士 从这些比开始 很可能没有什么更差了 没有什么 是更加差 比一个微笑 所以说这一段话 相当于告诉你 真正这篇文章 说到他不微笑的原因 就可能是第二个原因 就开始给你举个例子 对吧 缺少阶级 然后甚至马车土闻 都不想这么微笑 所以你解释一下 就是细节 所以这篇文章 其实逻辑非常清楚 就是告诉你 这些人找到一些照片 他想去重新评估历史 这些人是微笑的 然后呢 之前他放在网上 网上有很多人看 但是他觉得 这仅仅是一小部分 一小部分 那大部分人 还是不微笑的 就是大部分照片 都是不微笑的 所以说他想去解释一下 How do you explain this trend 然后第一个原因 原因是这个 是因为曝光时间 但是原因 马上你否定了 不对 有问题 曝光时间早就快了 所以开始第二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就是原因是在于这个不露齿 因为露齿丢人 同时牙医的技术也不太好 然后第二 马上给你举一些例子 可能就是第二个原因 因为举些人就是缺少阶级 或者马上图文也这么说 对吧 所以就是第二个原因 可能是 因为人家其实逻辑非常清楚 框架也非常简单 只要你读懂 好吧 然后继续 咱们开始做题 根据第一段 这个作者的 这个posts 作者发的照片 在推特上 这里就还是一样 你先要把主语读到 这四个单词 四个选项都是动词 主语谁 他发在推特上的照片 刚才这篇文章就能一句话 发在推特上的照片 是不是引起了一个stir 很多人觉得 看到了他们也是像人的 一微笑的 然后同时这个间隔 就慢慢 这么多年的间隔 已经慢慢消退了 所以说 首先 那这些照片 原因中 不是说展示了这种 维多利亚照片的这种进步 发展 人家展示了他们微笑 这种发展没有任何关系 然后呢 强调了一个社交媒体的角色 在维多利亚学习中 就是研究之中 不是说在维多利亚的时期 但是强调了这种角色 在研究之中 那也没说呀 没有说社交媒体的作用 对吧 然后C 重新评估了维多利亚人的这种概念 对于公共形象 这里也没有说这种维多利亚时期的这种概念 对于公共形象 重新评估了 社交媒体的照片是没有做这件事情 是他要去重新评估 但是他没有 就是这个还是一样 只要你把这主语带进去 主语是说 原文中就这么一句话 就是社交媒体照片 是改变了人们的印象 对于维多利亚时期的这些 原文中就说的这么一句话吧 就是这句话吧 你看 有推特那句话 是吧 我已经发现了几个话 然后开始来去发到推特上 然后他们已经其实造成了一个stir 人们突然非常惊讶 而且看到这证据他们可能是确实微笑 那不就是说白了是改变了 人们的一种对于维多利亚人的一些印象 好 然后第二题 他说这个作者说了什么 关于维多利亚时期的这种描绘 照片描绘 他已经收集了 这也是一样 这题 我说出的很好在于 你先把题读清楚了 这里是电影从具 修饰这个portrait 也就是说白了是 这个问题是作者认为 或者作者说了什么 关于他收集的维多利亚时期的这个照片 那作者对于他收集的是不是 刚才就是那句话 of course I need to concede my collection makes up only a tiny percentage of vast catalog of photographic poetry created between 对 也就是说他收集的是很小一部分 还有更大一部分的些人是不笑的 他收集到一些可能是笑的 对 也就是说还有更多 还有这个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说那意思不就是A吧 相当于他们是非常稀少的 在那些年代的照片里面 因为他只是找到A tiny percentage 那不就是Rare 也不是说他们展示一些影响的 不同的这种曝光时期 曝光时期的下轮 他们复制的19世纪的这种社交的传统 也没说过呀 他们是非常流行的就是 使用在这些历史学家之间 这也没说过呀 人家就说了一句话 他是只占了一小部分 那不就是They are rare OK 然后继续 What might have kept the Victorian from smiling for pictures in the 1980s 这个提出的非常好 为什么说的好 因为这里有些时间 1890年 这个时候你首先如果把全文中读得非常清楚的话 这里有些细节 就是第一个原因 1880年的时候 这个曝光时间已经快了 80年以前如果问的这个问题 可能是因为这个曝光时间很长 但是现在人家问的你是 什么会导致 会阻止 阻止 阻止这些维多迪亚人来去微笑 在1890年的时候 那首先排除那个曝光时间 这个题我觉得出的非常好 就是不多见的 我觉得 我很欣赏的一个出题 好吧 就靠你一些细节 就靠你难点 今年也是靠一些细节 关键你不知道哪些细节 你只有在读懂的情况下 所以1890年 就是第二个原因 因为无非就是露齿比较丢人 或者牙医不太好 他们的这种内在的社会敏感性 这里社交敏感 没有说过 没有说过社交敏感性 对吧 他们的这种tension 紧张 在照样机面前 这也没有说过 没有说过他们可能比较紧张吧 然后C 他们的不信任对新外面 这也没有说过 那唯一说过就是 他们不建成的牙齿的情况 这不是原话 只要你能抓住这1890年 靠的是第二个原因 然后马车土文被引用来去展示 展示一种对于微笑的不同意 在照片里面其实是什么 那这时候 马车土文也就一句话 刚才他们说过 是 就是说白了 这些微笑不是那种正常 合适 着急培育出来的人的形象 对吧 即使马车土文都觉得 在微笑 在微笑 在照片的时候微笑是最差的 所以说这个人 被引用的明显展示出了 还是一样的 这句话 人家考虑的是什么 就是disapproval 对于微笑的不满意 是什么样的 那即使是马车土文都已经不满意了 那不就是说白了 很根深蒂图的 也就信仰了 你把这句话读懂了 这不可能是什么错误的态度 对吧 misguided 误解的 也不是有正义的 没有正义 马车土文都不同意 There's nothing more 什么什么damning 最差的 没有什么更加差 比这个事情 那就是最着急 最差的 然后也不是什么引发深思的想法 只有A 就是根深蒂图的 马车土文都觉得 Alright 然后下列 Which of the following question does the text answer 这个其实 这个题处理挺好的 但是这都万遍不一其中 就是哪一个问题 文章中回答了 你也不知道答案 你就读呗 就一个一个读 看你对印象 有没有深刻一点 他说 为什么维多利亚人 看起来是比较stern 之前还是一样 咱们之前没有见过 突然考你 还是在体验里面 这种词太多了 每天都会有 对 那说白了之前 你先不用理解这个stern是什么 但是你先把这个stern以外的单词 你先记得到 为什么大部分维多利亚人 看起来怎么样 在照片里面 那这篇文章就是这个意思呀 不管看起来怎么样 他有可能这单词 如果表示微笑 但是虽然说 他不是微笑的 他是解释一下他们为什么不笑 但是你不知道这单词什么意思 不知道这个形容词什么意思 第一点你要知道look 后面加形容词 咱们说一万词 look是 就相当于是感官多词 后面直接在形容词 所以这是这形容词 就是 为什么维多利亚人 看起来怎么样 那这篇文章 就是在形容 为什么维多利亚人 看起来不笑 虽然说你不认识这单词 那你可以先把这个其他意思 先读到这个份上 然后你看看其他现象 B 为什么维多利亚人 开始来去看照片 核心不是在看吧 对 什么导致为照片的发展慢 在这个阶段 不是在解释为什么照片发展慢 然后如何这个微笑在照片中 变成了一个维多利亚后 时期的正常时期 人家说的是维多利亚期间 没有在说维多利亚后 时期的一个常态 这是post都有前缀 后制 不是在什么什么后期 对 所以说这个时候 你哪怕不认识这些单词 但这篇文章 你还说的是 为什么大部分维多利亚人 看起来怎么样 在照片里 其他的这些句子 你哪怕认识单词 他也不对 所以说只能选A 这是你 我之前说的 你单词不认识 你不要慌 考试的时候很正常 关键你要按照语法 把这句话正确的这种 除了这个单词以外 包括这些单词词性 的这些意思读到 我再说一遍 为什么 这是一番句 大部分的维多利亚人 看起来是怎么样的 行则在照片里 那你只要把这篇文章读懂 就是一样 对 对 不 这篇文章 我觉得还是挺难的 包括下一篇文章 下一篇文章我也觉得是 这么多年里面 就是大家同学说的 考官想要考你 想要难你一下 就是考你能不能读多文章 因为你之前背的那些 就是每天浪费时间背的那些 真提的那些单词 你背来背去 考试的时候不会出现了 这件事情我已经大家说了三遇了 那结果今年可能还是有可能会难 难怎么难 就是这种文章一模一样 就可能你碰到一些单词不认识 但是你文章是可以读 因为这文章再变 它都是这么写 只有这种文章那种语法 包括句型的结构 包括比如说英语逻辑是不可能变的 这就不是说考官他不想变 是不可能变的 所以你现在就应该 不管什么时候 把这件事情 当成你最重要的事情 来复习英语 因为你背了很多 比如说那些整体 别人的文章 这重点单词 这不是重点单词 这件事情 我已经不厌其烦 人家说了一万次了 今天这篇文章 就是一个证据 我现在已经站在的是 可能我讲第一篇的时候 没人信我 我现在已经把所有英语的 二十年的文章 基本上都讲完了 今天这篇文章 包括下一篇文章 很多单词你都没有见过 那怎么办 考试的时候也会有的 好吧 希望帮助大家 拜拜